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大利的纳布勒斯可是披萨的起源地哦 现在披萨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美食之一呢 那我们一定要来尝尝看 您好 请问要点什么呢 我要一个拿破里披萨 请问披萨要评分成几等份 我们有四个人 切八等份吧 每人可以吃二块披萨 我吃不了这么多 可以切成四等份 一人吃一块吗 八分之二个和四分之一个披萨 有没有一样大呢 麦斯 你用圆形分数板来看看吧 嗯...四个四分之一可以排出一个圆 八个八分之一可以排出一个圆 所以 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二一样大耶 原来 原来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二一样大 那还是切成八等份好了 我吃八分之一 剩下八分之一可以多力吃 可奇 真的很好吃 认识 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那是代表东西很好吃的意思 哦 原来如此 我以为他是想亲一下呢 还好你有说 不然就要出球了